真堂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包今天外传 我是王举金 好我们再来谈到这个尾巴战争 大家知道呢 美国对以色列呢 现在展开了权力的支持 在上一集呢 上个星期的时候呢 我们也才提到说 美国呢派出了潜舰还有战机呢 直接前往了东地中海 来给以色列强大的支柱 那希望呢 其他的各国呢 看到美国战机来到这边呢 大家不要轻举妄动 想要加入这场战争 但没有想到呢 现在拜登呢 直接来力挺以色列 他仍是直接来到以色列 就像那时候俄乌战争 大家还记不记得 那时候拜登呢 也是直接到这个基辅这边 来会见了这个泽伦斯基 那现在呢 拜登也做出一样的举动 那很多人就讨论说 美国这样的力挺以色列 会不小心翻船呢 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照片 这是刚刚传出来的最新照片 为什么呢 这是在加萨的地区的医院 现在发现呢 居然有被炸 好是不是被炸死的500人呢 这是目前的最新消息是 500个人被炸死了 那很多人就讨论说 真的是谁来炸的呢 那当然有一说是 以色列这边误炸 但另外有说法是说 好现在包括白宫呢 还有这个以色列这边 都说是圣战组织所干的 那到底是不是 真的是医院被炸呢 因为现场是没有弹坑的 那包括这个旁边呢是有三辆的车子有损失 那当然很多人就来诟评说 那如果你真的是去诗医院 这是太违反了人道主义呢 那如果又是真的以色列炸的呢 好会不会让美国也跟着翻车呢 好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前犹太协会的理事长方恩格来跟我们一起讨论 你好你好大家好 好我们请教大家方恩格 目前这边的最新状况怎么样 因为到底是不是加沙地区的走廊有被炸 医院有被炸呢 那到底是不是以色列自己误炸他们干的呢 按照以色列跟美国的说法 他们有目击到很多不同的证据 比如说这是什么样的诈物 不是飞丹或其他的东西 有照片 有设施飞丹的时候的一些画面 美国有微信对不对 所以他们已经有拿到很多证据 还有他们有拿到两个哈马斯内部的人电话的这个录音档 他们在录音档也承认是他们自己人 来做的 所以按照所有的证据 目前已经有以色列的美国判断 不是以色列无假的 是加沙走廊那边的恐怖集团 叫做Islamic Gihad 圣战党自己做的 那为什么要去炸医院呢 现在的手法一定要走到那么激进吗 那是一个意外 因为他们的目标是 这个飞丹是要往以色列发射 但是不小心就提早就爆炸了 而且是在医院那边 对 当然他们不是故意的 但是也不是以色列做的 这是重点 但是你说现在到底是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战争 到底目前的状况怎么样 那有没有机会可以停战呢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因为从选战之后 以色列只有用他们的空军能力 炸弹等等 这个大家都应该有看到很多画面 但是地面战是下一步 但是问号是什么时候开始 这个我们都不知道 以色列也不会公开说 他们什么时候会开始地面战 但是我们都认为为了毁灭哈马斯 终着哈马斯这个统治加沙周朗 一定会有地面战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好 但是现在看起来呢 这个战争还在打嘛 而且是打得蛮严厉的 因为现在以色列也开始 把这些那个兵队啊 这个后备军人给召回来了嘛 但重点来了 因为现在呢 大家说最担心的情况 就是各国加入这个战局 可能会让战局无限延伸 拜登现在有个说法是 他说可以灭了哈马斯 但是要让巴勒斯坦建国 好 针对建国这个部分 以色列人可以接受吗 因为我们上一集 邀请你的时候 你才讨论到说 要让巴勒斯坦人建国 那建国需要土地嘛 这就像是割以色列的肉一样 以色列有办法答应这个要求吗 短期之内是不可能 中间是不管是在加沙周朗 或在西安那边 以色列没有一个谈判的对象 因为巴勒斯坦人 他们内部的政治太乱 加沙周朗的这个哈马斯 他们不会跟西安那边的 叫做巴勒斯坦自主的 这个统治机构 不会跟他们沟通 他们也是敌人的状态 所以以前有 有以色列有文和派 愿意跟巴勒斯坦人进行谈判 但是目前或短期之内 看不到这个可能性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内部政治 实在太乱七八糟 所以以色列 虽然还是有很多人支持 所谓的两国方案 two state solution 但是目前真的没有一个 谈判的伙伴 那很多人就说 这个谈判的第一个目的 包括巴勒斯坦 包括现在大家说耶路撒冷 因为大家知道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人 都非常在意耶路撒冷这个圣地 那现在两个地方 都把这个巴勒斯坦 这个耶路撒冷认为是首都 那到底首都要算谁的呢 西方 就是耶路撒冷的西边 那会继续在 以色列的控制 将来 不管跟巴勒斯坦人 有什么样的大厂 什么样的协定 West Jerusalem 还是会有犹太人 那西边 对不起 东边 是巴勒斯坦人说 这是我们未来的首都 所以唯一解决的方法是什么 就会把东边的边界扩大 比如说今天是郊外 那以后会说 就已经纳入东边 东西路撒冷的土地 应该只有这个方法来解决 所以意思是说 把耶路撒冷扩大 是的 然后切一半 这边算你的 那边算我的 是的 中间的交界呢 难道像德国一样有墙吗 这个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边界会画在哪里 这也是一个玩意儿 哭墙算谁的 哭墙还是会有一些类会控制 但是哭墙有分几个 对回教徒很有这个 很重要意义的意义 那边一直以来是有越党控制的 外面的安全是有一些类 但是内部 这个祷告的地方 那是有越党控制 这个也会继续下去 好 那当然大家很好奇说 现在各国有什么反应呢 因为包括叙利亚 伊朗跟叶门 就说哈马斯干得好 这是一场圣战 但当然其他西方国家 我们上次有讨论到说 当然是比较力挺以色列的 而且呢 除了力挺以色列之外呢 包括英国跟德国呢 现在说他们对哈马斯是零容忍 现在嗆吓说 如果你在我们国家之内 你力挺哈马斯的话 你就滚回去 滚回你喜欢的地方去 但这样的做法 不会造成他们自己 国内人民的反弹吗 问题是如果 不管是南利班牙的 所谓的珍珠党 Hezbollah 或叙利亚中央政府 或伊朗 如果他们加入这个战争的话 那当然会扩大 事情会更严格了 所以美国还有西欧国家 已经说得很清楚 而且是向伊朗说得清清楚楚 Don't do it 你千万别叫武器给南利班党 这个珍珠党 Hezbollah 来开一个第二个战场 因为已经有第一个 就是在加萨走廊 已经是够了 已经有人受苦了 这个巴黎斯坦人 所以他们已经警告伊朗 你不要用武器到 珍珠党 开一个第二个战场 这个真的是带来一个 区域性的一个灾难 但是伊朗会有什么想法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最近对英国来讲 可能压力也蛮大 因为最近不是在伦敦市中心吗 有上千个这个穆斯林的人 就是上街头 我觉得英国这样做法 是不是顺势可能也要压制呢 问题是 是哈马斯嫌攻击伊斯莱 而且他们是用这个恐怖分子的这个方式来杀死一千多个伊斯莱人 所以西方国家他们都认为伊斯莱他们有这个有权力 还有必要性要毁灭哈马斯 不要让这种事情再发生 那唯一的方法就是要打进去加拉佐朗 所以美国很支持 西欧国家也很支持 只有这个方法 因为身为伊斯莱的首相 内藏亚胡 他不得不这样做 他就是唯一的选择是要毁灭哈马斯 so it can never happen again 不要让哈马斯再次有这个机会 这是不是因为受制于这个犹太人的压力 因为大家都知道犹太人都很有钱 你看Google这个Apple这个 你看那是科办印象 不是那你看西方国家都觉得说 那你看你们有钱 我当然会觉得压力很大 像最近哈佛不是有学生团体就说吗 好我们觉得呢 这个哈马斯会攻击以色列是情有可原的 因为你占领我们的土地嘛 所以他们认为说是以色列要负全责 结果现在呢就引发了这个压力啊 因为有很多名CEO说 好啊好啊 那你们这些力挺巴勒斯坦的人 以后不准录用 哎呦就突然呢 所有的团体都消失了 学生团体就说 都开始晋升就不讲话了 说哦那我们也没有真的力挺哈马斯啊 就开始收口了 这会不会是因为你们的财力的压力呢 不是财力的压力 问题是他们第一时间发出这种声明 不管是在Harvard或宾州大学 也有发生类似的情况 问题是他们在第一时间 力挺一个恐怖集团哈马斯 他们没有在第一时间说 我们支持巴勒斯坦以后坚果 我们支持两国方案 没有他们第一时间就责怪伊斯莱 伊斯莱他们是一个victim 他们是受害者 受害者因为恐怖集团打进来 杀死一千多个人 还绑架200左右的伊斯莱人 还有其他的国籍也有被绑架了 所以你在第一时间 唯一的反应 对的反应 正确的反应 是要谴责恐怖分子 你怎么会在第一时间力挺他们 那就引起很多逍遥 而且一些逍遥 不管他们是什么宗教 不一定是犹太人 但是他们在华尔街 金融界 法律界都很有社会地位 所以他们在 他们立刻反映说 同学们 你怎么还会在第一时间 力挺一个恐怖集团 你在想什么 但是你看 你自己都会把哈马斯 跟巴勒斯坦人分开来看 要分开 但是你看 现在以色列面临到一个重要关头 就是大家也会觉得说 你这样子的战争 对巴勒斯坦的平民老百姓 是不公平的 这也是以色列被究责的地方 当然在打仗的时候 平民也是受害者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 Who started it 这个是哈马斯要的结果 因为他们打伊斯莱人 为什么 他们两个礼拜前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可我不反击 我怎么拿回我的土地呢 那你就跟伊斯莱进行谈判好了 但是哈马斯一直一直拒绝 我们不会跟伊斯莱谈判 我们要毁灭伊斯莱 这是他们的正式 他们统治加沙走廊 已经18年 18年之内 哈马斯从来没有说 我们尤尼跟伊斯莱谈 从来没有 他们一路以来的正式是 我们要毁灭犹太人 我们要毁灭伊斯莱 那就带来一个灾难 给他们自己人了 但我也觉得很好奇 你看英国德国 他之前没有说 把俄罗斯人赶出去 他现在为什么要说 要把利庭哈马斯的人 直接赶出去呢 他们第一是 我觉得西欧国家 他们的反应是跟美国一样 他们认为伊斯莱有权利 来解决哈马斯这个问题 我们要记得 在从911之后 这个所谓的War on Terror 不只有美国在伊拉克或阿富汗 法国德国西欧国家 他们也是在这个War on Terror 这个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这个战场 他们也是受害者 因为这些伊斯兰的恐怖集团 也有在法国英国德国 都有进行活动 所以他们也是受害者 他们也是受害者 所以他们理解 伊斯莱的态度是 No more 我们不能再冒这个险 哈马斯你已经通知 加萨周朗18年 你还进行这个恐怖的动作 No more 我们要进行毁灭你们 但我们知道呢 这个会不会在这场战争之后 巴勒斯坦人的土地来得更少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地图 最近呢就是巴勒斯坦 以色列呢 说要疏散加萨走廊北边的民众 那为什么独独疏散北边呢 现在就让大家猜说 那难道以色列 接着还要占领加萨走廊的北边 所以这个是一个good question 这个真的是问得非常好 因为我们目前都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伊斯莱 什么时候会开地面战 就是我们不知道 第二地面战之后 因为我们都会认为 不管打多久 一个月 半年 我们都不知道 最后的结果是会毁灭哈马斯 那你毁灭哈马斯之后呢 谁会通知加萨走廊 全部 不管是北边或南边 伊斯莱会不会再来通知 目前好像伊斯莱没有这个意愿 他们不想再通知加萨走廊 那问题来了 你离开之后 伊斯莱军方离开加萨走廊之后 谁会来通知呢 是不是西安 那个 巴勒斯坦权力机关 或者交给联合国 或其他人 我们目前都不知道 所以目前还没有最新的回应说 这一块的地方可能生出来的 会是谁来通知吗 但是我觉得重点是 伊斯莱没有意愿自己通知 所以你是说 以色列可能是为了维持目前的现状而已 但重点来啦 之前我们不是讲说 这个巴勒斯坦人吗 穷到快被鬼抓走了 照来讲 应该是没有任何武器才对 那因为都靠各国资助 但后来发现不是 他们说哈马斯很有钱 甚至还说是恐怖组织 全球恐怖组织十大之一 数一数二有钱 这有多有钱吗 我也蛮意外 他们说光是 他们会有一些可能捐赠 其他国家的资助者 每年可以筹到322亿 然后伊朗每年都让加萨 提供了援助超过一亿美金 同时提供给哈马斯 还有伊斯兰的圣诞组织 那哈马斯这边也是 香烟 燃油 建材的一些货物 一些征税 每个月可以来到 1500块美金等等 光这一些钱呢 看起来就够有钱了 重点来了 钱从哪里来 物资哪里来 哈马斯真的很有钱吗 那听说还有一条神秘地道 有神秘地道 那另外其实很多人说 加萨周朗被埃及跟伊斯兰 百分之百放锁 其实不是 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 因为不管是埃及或伊斯兰 他们还是会让物资进去加萨 当然他们会做检查 他们要确认里面没有秘密装武器之类的 安全检查 但是加萨周朗过去不是百分之百封锁了 所以还是会有物资进去 那你刚刚说的哈马斯他们可以征税了 所以他们是依赖这个征税 他们其实有很多指控 他们在南美洲欧洲 也是有一些不合法的 不管是走势 毒品 盐之类的动作 所以他们还是有他们收入的来源 所以他们是真的很有钱吗 因为大家给外界的想象是非常非常穷困 那他们除了走势这些不法商品之外 钱还从哪里来 他们真的很有钱 还有我要不重说明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其实不管是在西安或在加萨周朗 这个一般的人 一般人的这个学历也很高了 他们那边有很多大学 学历很高 学历很高 所以你说他们没有什么物资 怎么会弄这些冲箱飞弹等等 其实他们非常聪明 他们有很多工程师 所以不管是工程师或财务等等 他们都很了解 他们真的很聪明 有很多有高学历 年大学年收拾等等 所以怎么做武器或怎么赚钱 他们这两个方面 他们还是非常厉害 好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这张地图出来了 大家也觉得很有趣 好 这个是加萨走廊的地图 那在红色边边的地方呢 是以色列现在公告的缓冲区 但重点来了 有没有发现在埃及这边呢 却没有画红线 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现在传言很多地道呢 就是从埃及这边扑过来的 来到了加萨走廊里面 那么传出加萨走廊这边的地道呢 总共有几条呢 说有2500多条吗 真的是有那么多的情况吗 的确是有的 那偶尔是用在走私 那偶尔也是用在进行恐怖的攻击了 所以这个在过去十年多 以色列他们要想一个办法 组织哈马斯或所谓的Islamic jihad 从加萨走廊进去 用这个地道进去以色列 但是不管他们花多少钱 多少资源在取缔这些地道 不能百分之百组织他们 对 你有对这个地道有所研究吗 没有做什么特别的研究 但是我们都知道 他们会用来走私 或进行恐怖的攻击 因为大家知道呢 这个他们说的隧道 有500公里长 那以台湾来讲 目前查资料是国道3号 再加上汐止 五谷的高架道路 再加上国道5号 加起来 你要看看 一线一圈加起来 才是这个500公里 才能凑出这个500公里 好 这我目前看到了 这个幽暗地道的画面 那很多人就会拿它 跟那个时候俄乌之战的 这个亚述钢铁厂来做比较 为什么这样的地道 会造成打仗的困难度呢 因为你的地人 可以消失了在这些地道 所以打仗的时候 伊色列也要非常小心 因为他们 先他们是用这个空军的方式 接下来会有地面战 但是用地面战 不知道下面在干嘛 所以这个是伊色列 开地面战的一个难度 因为你刚刚说 有几千个地道 而且有一些地道是非常长 进去埃及 或进去伊色列的这些地道 所以地面战的时候 所以我刚说的 地面战可能不只有一个月 可能要长时间打这个地面战 这个地面战 这个地道的入口藏在哪里啊 当然是在加萨走廊 对那不管是 或者是往埃及 那个方向 或者往伊色列这个方向 但是入口都在加萨走廊里面 因为看起来好像是藏在那种 学校里面 或者是可能坟墓旁边吗 这个是很多人牵着伊色列 为什么伊色列进行恐军任务的时候 会加灭到这些学校 其他的公共设设 因为入口真的是在那边 这是哈马斯的做法 对 好 但是因为你看 我们觉得比较有趣的是 在这个边境 就有这样的移动式的岗楼 那大家说这是移动式的杀手 为什么 因为它就像是一个防守塔 这边可以往上往下 所以以这个陆地上来讲啊 你看它有战车还有起重机 这些防守是相当的防备的 这个东西的用意 是在做什么呢 那个时候伊色列认为 如果用科技方式来观察边界 包含隧道的出口 那不用派那么多人 但是后来发现这个策略是错的 为什么 还是需要人 你不能在这个边界 有这么多 你对面旁边有哈马斯 天天在想个办法 进行这些恐怖的攻击 你不能百分之百 依赖科技 依赖网路 依赖照相机 还是需要人力 来取缔这些恐怖分子 进来伊色列 所以目前不是算账的时间 我所谓的算账是政治责任 但是最后 我相信那参亚和 他目前的联合政府 到时候还是要负政治责任 因为他们太以来科技 来控制或观察边界 那最后发现这个策略是错的 不是一个完美的措施 还是需要人力 不管怎么样 因为他们科技已经够好 以色列的科技已经够好了 那他可能没有办法投资 那么多人力 因为我们看到在这边 他可能就以为说 我的就是空中的监测是够的 所以他可能就防 忽视了地面下的一些战斗力 所以也造成这个走廊 这个加萨走廊这边 就很多地道从这边横行 那这个部分是 以色列这边的蔬食吗 的确是一个蔬食 所以最后 他还是要负政治责任 好 所以有什么样的政治责任 他下台的可能性是很大 但是不会在大战的时间 我相信在将来 不管打斗就一个月八年或八年以上 在大战的时候 尼特尼亚胡不会主动辞职了 但是进行调查的时候 因为最后还是会有官方 伊斯坦会有调查委员会 我们术实在哪里 为什么我们情报和军事系统 我们真的不知道 哈马斯有这个计划 到时候会有调查 那最后的结果 我相信是 泰亚有可能要下台 那我们也很好奇 说以色列大家知道 是印象当中是很有钱 在中东具有实力 那当然就引发 很多人讨论说 那为什么巴勒斯坦 有值得同情 跟不值得同情的地方 因为他值得同情的地方 当然他没有国家 他没有土地 但他也不值得同情的地方 是他过去 都是受大家的资助 那很多人就说 那你建国这一百年来 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 那跟以色列来做个比较 那以色列真的为了建国 做了很多努力吗 以色列已经从开发 开发中国家 已经变成一个 已经发展的国家 不管是科技业 医疗品等等 我们都知道 以色列有它的厉害的地方 那不管是在加沙走廊 或在西安 因为部分的西安 已经是由巴勒斯坦人制止 快三十年 那过去三十年 他们有努力建国吗 在加沙走廊 过去十八年 有努力建国吗 其实没有 他们这个仇恨 不能对犹太人 对以色列的仇恨 不能放弃 一直想用恐怖这种方式 来打以色列 他们没有把焦点放在赚钱 努力发展国家 这是他们的策略的错误 这个我觉得 当然我身为犹太人 我有偏见 我不否认 但是他们怎么没有把焦点 放在发展经济 一直把重点放在仇恨 仇恨以色列人 那就会导致唯一的结果 你目前在加沙走廊 或在西安 有部分的这个土地 你是自治 但是不是完全独立 对 那为什么一直是 卡在这个状况 因为你一直不想有一个 honest 一个诚实 一个 面对自己 面对自己 也要面对 但是也要面对 以色列 要认真跟以色列 讨论 我们怎么真的达到 两个方案的 最后的这个结果 但是你一直把焦点 放在仇恨 所以连拜登总统 他昨天在 以色列的时候 他也有公开警告 以色列人 他说我知道 因为这个 这次恐怖攻击 你要报复 你要灰面哈马斯 这个可以理解 但是你不要 永远保持这个仇恨 因为你这样的话 你就像巴勒斯坦人一样 找不到一个 一个最终的结果 老实说 你有巴勒斯坦的朋友吗 我有 伊斯兰的 叫的朋友 巴勒斯坦是没有的 那你们有没有办法 讨论到 有关于政治 或战争的事情呢 我是很理性的人 所以什么政治的问题 我都可以理性的来讨论 我有共和党的背景 我还是会有 民主党朋友 所以 我觉得 只要认真 你认真想造一个 最终的 一个 对大家一个 公平的结果 那你就可以进行谈判 那老实说 他们有说 他们为什么一直抱持这个仇恨不肯放吗 这个 我觉得 这个是哈马斯在加沙走廊 或阿巴斯在西安 阿巴斯他是 有巴勒斯坦人民选的总统 但是他的任期已经早就 就到期了 没有再次办选举 所以问题 问题来了 就是他们内部的问题 真的 如果他们解决内部的问题的话 就可以跟 以色列就会愿意跟他们谈 但是 以色列真的没有一个谈判的对象 所以 没有 我们到目前为止 经过这么多年 会是没有一个政治方面的结果 我真的觉得虽然很多人会责怪以色列 我真的觉得问题是在巴勒斯坦人 好 但是老实讲 我还蛮佩服以色列的 因为以色列呢 就是扣兵的兵力蛮厉害的 可以在72小时之内 火速动员36万人 那很多人说 那台湾的后备制度 是不是也应该要做改善呢 好 我们请教一下方格 因为你看 以色列人要当兵嘛 对不对 男生要当兵 女生也要当兵 18岁就开始要当兵了 对 以色列当兵很苦吗 他们当兵认识要多久呢 男生是32个月 女生是24个月 所以男生是两年 八个月 女生是两年的时间 没错 这么长的时候有薪水吗 或者是 有一点点的薪水 但是 这个是一个思维的问题 思维逻辑 以色列人他们知道 他们是为了国家 就要入伍 要复以这么长时间 他们觉得这是义务 也是一种光荣 这个跟很多台湾朋友 是不同的想法 你是说吃不了苦吗 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吗 就是 知道我要做 我不会抱怨 我不会抱怨 时间太长 我没有学到 很实质的东西 其实 为什么以色列科技业 怎么发达 怎么有名 是因为很多人入伍的时间 他们是会碰到 科技方面的东西 会学习到 很多跟科技有关的东西 所以他们 退伍之后 去年大学 大学毕业之后 会有机会 在科技业继续发展 所以就是 就是看 这个机构的 不同的 在以色列他们觉得 军事系统是我们 值得 值得 骄傲 对 我们要为他们 福布等等 有点不像台湾 台湾很多人 就是看不起军方 哦 所以 可是我觉得比较纳闷的是 因为以色列男性啊 你看要到45岁才除一 女性要到36岁才除一 因为你们当兵的时间点 是在18岁 为什么呢 因为18岁很多人说 才高中毕业 以台湾来讲 那以台湾来当兵的话 很多人是大学毕业之后 我们才进去的 你会觉得这是有种差别吗 其实不只有以色列18岁要当兵 新加坡也是18岁 南韩也是18岁 所以都是在高中毕业 就先入屋当兵 这样的话 他们先复一晚 再去年大学 他们的生涯不会被中断 所以在台湾 我所有人 我是局外人 但是如果你先年大学 再来年研究所 年完研究所 再去当兵 那你的发展 生涯规划 中间会被中断 所以在很多国家 他们为了避免 生涯被中断 18岁 高中毕业先去当兵 但我比较好奇的是 因为是不是18岁 比较年轻 比较耐操 所以真的在以色列当兵 很多人说是蛮严格的吗 还是他训练内容 是很精实的 是很严格 为什么呢 我们不用讨论 过去两个礼拜 以色列正式宣布 我们已经是在打战的情况 以色列一直以来 不管是在北部 跟Lebanon的空母集团 或在希里亚 叙利亚的边境 一直一直在打战的状态中 不管你是在 日军 我说以色列的日军 空军 海军 一直以来 都是这个 紧急的状态 所以你一入雾的时候 你就已经是拿入 这种情况 所以当然不管是训练 或日常在入屋的时候 在当兵的时候的攻凑是什么 几乎都是在打战的状况之下 所以一定是很严格了 所以意思是说你们在当兵的时候 你们就已经把这个备战的观念 植入脑海里了吗 对 那他的训练项目是什么 这个要看是哪一个单位 不管是绿军 空军 海军 都是充年的 而且他们 这个也是跟台湾很大的不一样 以色列跟美国的这个联合演习 这个 这个 合作的联合军演非常密切 所以以色列会有 有很多机会跟其他的 国家的军队 有这个联合演习 台湾是比较 其实几乎是没有对 所以他们文化 就是你自己肚里的文化 我说台湾 那以色列可以 从他的安全伙伴 也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 好 但我比较好奇的是 因为在以色列呢 他有义务兵役跟预备役 预备役就是在旁边stand by 如果有需要你的话 再号召你上战场 那包括呢 他们的职业军人是两万人 指挥16万的现役军人 但是他们可以在三天之内 叫到60万人一起来当兵 那你看以地理地区来分 分为北中南三个司令部 那预备役呢 军人大概是50万人 大家也很好奇说 那为什么呢 以色列人这么样的听话 像叫你来上战场 你就可以直接来上战场 是带来到爱国观念 是非常充足的 对 真的是因为爱国 所以哈马斯进行 这个恐怖攻击之后 以色列开始交回后备军人 很多人是在国外 在以色列的国外 不管他们在台湾 或在欧洲美国 他们就马上 就立刻订计票回去 而且有很多人说 我没有机票的钱 就有非政府机构 在短短几天之内 出来说 我们会付你的机票钱 所以不管是在美国 或西欧 亚洲地区 只要是年轻的 这些以色列人 要回去当兵 有人会帮他们订付机票 对 这真的是因为 他们爱国的这个概念 非常非常深 所以大家也说 这个爱国概念要植物脑海里 你要有备战的意识 但最近非常红的 国民党立委马文君 就拿到一个资料说 国军特战化的体训内容曝光了 里面包括 要带着武装跑步 3000公尺 等于三公里 还有10公里的长跑训练 然后马文君说 这是国军特战化吗 这么样的严苛 等等之类的 好 我来让大家看一下我的照片 这也是我那时候跑10公里的照片 我还拿到奖牌 我还玩赛 10公里很难吗 带着装备 跑3公里 很难吗 好 向方格 现在叫你跑10公里 你应该办得到吧 应该 我还是经常去健身房跑步 是 对 所以应该可以 所以你看 连王妈妈都办得到的事情 有很难吗 我觉得就像方格格讲的 你看王妈妈都办得到 我可以跑10公里 那为什么这个叫做 特战化的训练内容曝光呢 包括现在 大家也说 哎呀 是不是国军训练太过严苛了 从这个一年 兵役要一年 还是四个月 还是做四个月就好了 不要做一年 为什么要做那么长呢 除了可能给中国那边 带来的压力之外 他们也觉得 这时间太长了 但真的是无耻吗 如果以你们来讲的话 32个月 两年八个月的时间 为什么以色列人 不会跟刚才叫做这很长 他们觉得第一是为了国家 第二是我刚刚说的 他们知道他们在当兵的时候 会学习到很多有用的东西 不管他们在里面做什么 不管是科技方面 或当一个领导者 leadership skills 所以很多人入屋的时候 他们会学到leadership skills leadership这个能力 所以在职业的掌场 在工作场所 这也是很多雇主需要的一些特质 所以这个 不管是以色列或新加坡南海 你要去找工作的时候 通常雇主也会问你 你在当兵的时候有做什么 那以色列人 新加坡南海人 他们都很骄傲的说 我在当兵的时候 我有做什么 我有学习到什么 我是派到什么样的单位 但是好像台湾这个概念 完全是没有的 他们都会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有点浪费时间 因为当兵的时候 不会学习到很实质的东西 所以这个台湾真的要有改善的地方 所以你看最近很多人在讨论说 是不是这个预备役 是不是这个正常的主力战队 因为像是以色列呢 就是把预备役跟义务兵役 这是分开来的嘛 对 可是以台湾来讲呢 因为现在可能有研议的时间 你可能到几岁之内 就是不要上战场了 那你自己看台湾的兵役制度 有太多要改善的地方 第一是我真的觉得 那个feeling 所以我们今天有讨论到 以色列人 他们18岁要去当兵役 也没有抱怨 他们愿意在发生这次 哈马斯的恐怖攻击的时候 被交汇 也没有抱怨 不管他们在国外或国内 他们就立刻报道 这个是一个概念 所以我真的觉得台湾军方 这个内部的这个文化 是先要解决 那其他的 比如说训练要做什么 要买什么武器之类的 这个都那是比较简单 但是比较难的是 内部文化要改善 但我觉得比较好奇的是 因为台湾只要说 我们的兵力可能要变充实的 那当然就有其他对面的反对党 就会开始攻击你 那以色列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不会真的不会 因为大家都有当兵 那不管你自己的 你个人的政治概念 倾向是什么 他们都有当兵 对 所以他们不会 他们不会把军事系统政治化 以色列不会 所以以色列的光是预备役 到底要做什么样式 真的是很精实吗 什么样的武器可能都碰得到吗 他们都会碰得到 而且是定期会 每年都被找回做训练 所以这次这么多人 36人有报道 我相信他们都知道该做什么 因为他们真的 一直一直有 每年都有回去训练 所以他们要该做什么 他们都会知道 不会报道之后 浪费时间 他们都知道 但他内部训练到底有多严苛啊 到底有什么样的内部训练呢 就是他们在原来当兵的时候 学习到的东西就会继续 不管是科技或武器有更新 他们就会学习这些新的科技新的武器 所以他们这个后备军的 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如果后备军的训练不太好的话 就不会教会他们 所以为什么 以色列在这个时候 教会36万的后备军 因为知道他们训练是完成的 他们真的可以去打架 好 所以 然而总之呢 台湾还是要有备战观念 像方恩格就说了 他觉得台湾 可能大家的备战意识还不够 对不对 好 但我们就来看一下 以色列的女兵 到底是怎么样训练的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么感谢方恩格今天来上我们节目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我们下次再见 即使生理构造不同 但是战场上的生死搏斗 可不分性别 因此女生必须接受 和男生一样长度的训练 沙漠急行军 除了是对个人的体能考验 也是团队合作的发挥 有人手牵手 落后了就拉他一把 没有人会被落单 地主边陲 沙漠包围 采访小组 深入其中一个宁猫营区 如果没有军官带着 就连GPS都找不到 在正面铁网的另一边 就是埃及 走上边坡围墙 安全罩上紧盯边界 是每天的例行公事 年仅20岁的这一位宁猫成员 自愿加入战斗营队 超过体力负荷的训练 从没少过 虽然训练严谨 但银居生活 则是给了许多空间 像是手机 就不像台湾部队有特别管制 全靠士兵自律 我们还或者进到他们的寝室 若有任务下达 已经准备好的装备 抓了就能移动 房间不大 只有四五坪的空间 却要睡上五个人 不过为了因应沙漠气候 还装了冷暖气机 避免太冷或太热 房间窗户也涂黑 不让人有机会 应回虚拾 不仅仅我们与危险 我们也对我们宣伤 但我们也因此 是因为我们创立了 几次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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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次次次 凌争 讨厌 但药气就像宁猫每个动作必定精准